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请 喂 萧总啊 我已经到了 慈惠小姐 我今天过不去了 我临时一定晚上陪朋友在大友萱吃饭 你转告一下吕总吧 喂 萧总 萧总 喂 吕总 我半个小时以后到 萧总来了吗 她大概半个小时到 她真的来吗 刚刚打过电话 好 我知道了 我许多厉害 你 davon有什么衣服 你这么自行 好 我说你会有什么衣服 你不会太衣服 老师 属于 Dispare 你不能说衣服 那你套衣服 甚至 你还没遇到衣服 让她的衣服 我把衣服 你不怕衣服 你不怕衣服 来 来 来 客人来了再点 大概什么时候到 半个小时 好 有事您叫我 请慢用 好 谢谢啊 吃相好一点 我都还没张口呢 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吃相不好啦 见识过 徐天妈妈还没吃 我就是给徐天妈妈夹的 阿姨吃哦 好 来 蛮好吃的 嗯 赵紫慧 大尤轩 归得要命的地方 他在哪儿 赵紫慧怎么没来吃饭 给我打电话啊 他不来肯定是有要紧事 来 阿姨 菜都上来了 你俩说啥呢 饭地吃什么意思 我过去 你自己向前跑吧 自己向前跑吧 想 gloss 来 紫慧 再帮我一次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啊 我在忙 忙什么 有一个小孩 ough natuurlijk 我又不会赖得上海不走 算我求你最后一次 我马上过来 不要来 那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啊 下午去找吕总不顺利 没办法了 我跟吕总打电话说 吕总要约他 又跟吕总说 吕总一会儿约他吃饭 如果他们两个单独谈 我辞退了 就没有机会挽回了 我已经在老科乐定的房间 吕总半个小时就到 吕总本来答应的 刚才突然打电话说 他要去大友轩饭店来不了了 许天 我在 如果吕总来 看到吕总不在 知道是我以两边名义私自约的 明天 明天我就完蛋了 大友轩饭店 大友轩饭店在朝宁区洪桥路 半个小时路长可能不够 那我尽量拖吕总 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好 如果萧总不来 你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他肯定来 是吗 底下 那我还能想办法 无事 找你 你发现什么 要走 不 现在走马上要回来 明天走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车我快走吧 你们走 发现可以的 您好 帮我把车停一下 好的 谢谢 这边请 这边请 是萧总订的房吗 不是 是赵小姐订的 对不起先生 这里不能停车 为什么呀 你这些车不都停这儿的吗 这是客人的车 司机都在 我也是客人 先生等一下 拉我喘人 等一下先生 我喘人 干吗呀 干吗呀 好 倩姐 菜呢 怎么没点啊 等倩姐点了 点啥呀 按服务员配吧 按标准配 配好一点的 好的 萧总什么时候来 快了 萧总 为什么不打电话约我呢 我以为她会打电话给你的 对不起先生 这里是会员制的 麻烦你交点回 我找萧总 房间还有多少 你查的不就知道了吗 我这儿有急事呢 那对不起了 先生 麻烦你在外面先等一会儿 好 二二等了 好 来来来来 别干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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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挺有本事的 萧总喜欢你吧 没有 萧总也不想失去 和YGH合作的机会啊 你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你赶紧帮我去查呀 我以为你愿望 喂 善就是满开 inadequate 好 一试飞 遭把 interfer锁列给了 好多貓 accomplish 快sti возь 是啊 确定 我当然确定 我就是小总司机 撞上了 你咋回事啊 你放开车的 好几把那车 你把那放成啥了 来来来 你过来看 好几把那车的 你把那放成啥了 那你放成啥了 陪她骑吗 给不行 找小总的呀 我有东西要给他 你快点 有东西要给他 白金刚 我看着他啊 我让他走了 好好好 放心 你走我都不会走 快点 这酒怎么回事啊 是赵小姐带的 请慢用 萧总约局 你带酒 这里的酒柜 不对吧 这局 是你约的 不是 那酒怎么回事 上次我没喝 这次补回来 挽回公司的项目 我看是挽回你自己 还差不多吧 倩姐 其实 别说了 我给萧总打电话 她约我 她不来 这算什么事啊 萧总 什么事 下边有人把他车撞了 而且还撞得不轻 什么情况 送什么电话 说谁啊 不知道 她说有东西要给你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有毛病吧 不 这谁啊 走 看看去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没接 子慧 这局是你约的 萧总要见您 萧总从来不主动约 我是个总裁 就是个打工的 他是大款 公事上从来都是我预约他 除非他对我有意思 那怎么可能呢 再说 他人根本就不在上海 在 我昨天真见到他了 那明明约了我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可能没听见吧 说实话 这里只有我们俩对吧 这里只有我们俩对吧 怎么回事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快 谁把我车撞成这样 谁让我给您带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就在我后座上呢 我给您带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你带我车撞成这样的 特别重要 什么东西啊 您给您看一下 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快 快 上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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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兄弟 我告诉你 你摊上大事了 我知道 绑架啊 不是 请您吃饭 我这吃得好好的 你让我上哪儿吃去 送您去跟赵子慧吃饭 他用您的名义请了吕总 用吕总的名义请了你 昨天吕总把他辞退了 他还想在VDH 继续干下去 今天这顿饭是赔罪的 您要是不去的话 他肯定被开除 他开除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疯了 没疯 跟我有关系 兄弟 为这点事值得吗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可以啊 为女朋友豁得出去 他不是我女朋友 胡扯 真的 我跟他才认识半个月 明天我就回老家结婚了 真的 火车票都没好了 有点意思 你眼睛红啥呀 你要这样 我可坐不住了啊 吕总 吕总 对不起 我承认错误 我错了 本来想萧总来 当着他的面 向你们赔不试 公司的利益最重要 我不应该投机取巧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我走了 吕总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到底怎么跟萧总说的 我说 你要约他谈事 是 他来吗 说来的 严若周喜欢赵子慧 吕总回来又跟他复婚 所以 把他夹在中间 两边都不敢得罪 左右都不是人 那个吕欣吃那小丫头的醋 是啊 那你吃不是颜若周的醋 跟我没关系 不可能 为女朋友才能这么玩命呢 我不喂他就没人喂他了 喂他死也行 不行 不过再过两个月我就不知道了 死也没什么可怕的 所以我明天就走了 爱情啊 你说你能要死要活的 把我也给搭上了 年轻大老板 您不懂 他想在上海给他家里人 买套房子 想越过越体面 没了工作就跟要了他的命一样 就是因为不敢喝酒 那您养他就完了 赵子辉他看不上我 昨天在您家门口的时候 他就让我滚蛋 我就滚蛋 他如果让我留下来 我就留下来 我不爱他 我妈在上海 带我回老家就是结婚的 我女朋友叫刀利 等了七八年了 再不结婚也不合适 只是我一点都不想想 跟谁都不想 可就得滚蛋回老家 老老实实地图一辈子安稳 明天你走不了心吗 没关系 把您送到了 他的事之后是好是坏 我也算尽力了 就这点本事 交易买卖我不懂 写字楼我也从来不进去了 您要是想帮他的话 一句话 严总 吕总都会给你面子 您要是不帮他 那我也不知道 前面马上就到了 到了您把我怎么样都拍摇 喂 吴总 你别动 来 静静 来 老师 再来 来 回趟费 我这一年的菜味加起来 都没有这一顿多 我犯错误 我请你们 我买单 人都在包里呢 你看 你看 钱都在包里呢 子慧 你这个样子 让颜柔粥看见了 该有多心疼啊 不用太心疼我 谁都不要心疼我 别喝了 没用的 那就是不想被辞退吗 是 你约的局 我来了 萧总没来 我也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也尽心了 DMG这个项目 如果你能够挽回 我可以收回辞退程序 但如果不能 那我也没有办法 倩倩 你能不能再原谅我一次 我保证 我会加倍努力的 企业有成奖规定 你应该很清楚 是 我是公司的总裁 如果每个事物的项目 我都网开一面 我怎么管理 理解 理解就好 路还有 上海又不是YDH一家外企 你说是不是 我走了 先生您请 谢谢 不 怎么着 要走啊 你约我来吃饭 你走 这也不好吧 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我以为你又放我鸽子 放鸽子 也放赵子慧呀 又不是你约的我 对吧丫头 萧总 萧总 有什么话大声说 说话不要跟人距离太近 不礼貌知道吗 警察来了了解情况 你看怎么处理 报什么警啊 误会明白吗 明白 明白 猪脑子 呂总 别站着了 我坐哪儿啊 这不是给您留着呢吗 那 谢谢 进来 走 怎么着 今儿谁买单啊 我 我道歉 赔罪 喝酒 太好了 本来在大友萱吃得好好的 可是吃了一半 被人伸给劫到这儿来了 今天我可得点点好吃的 今天我可得点点好吃的 萧总 你有麻烦 我有麻烦 大麻烦 你帮得了我 他朋友徐天 那一破车 生把我劫到这儿来了 萧总 没大事 一路就跟我说故事 说了一路 你不在乎人家 人家可是很仗义啊 来来来 今儿喝什么 我喝酒 我 你今儿是得喝酒 你今天 得把吕总喝明白 喂 妈 没有 我在萧总车里呢 什么事都没有啊 我在外面吃过了 一个人吃的 我就想一个人 在外面坐一坐 你给小丽打电话吧 明天就回去了 我给萧总打电话 叫他明天啊 去旅馆接你 我没有行李啊 只有一个包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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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去找找子惠了 没有 说是去大友萱 这啥地方 好像是 酒楼 很贵的 道姨 请用咖啡 好好的大家一起 他不吃 他偏要自己跑出去吃 鬼才相信他是一个人 萧总 我有点不放心 好 我等下给天哥打个电话 阿姨 明天要不要我送 你想上送呗 那肯定要送 那就算是客户也要送的 好 啥 你这几天是一直把我当客户啊 徐的妈妈不要生气啊 这家伙其实哪儿都好 就是嘴巴贱 自己讲贱不贱 我现在哪有心思生气 你看 这个生意我可没说不做啊 上次那我是真喝高了 第二天难受 第三天难受 几天都没缓过来啊 但是你放心 就为这点小事 还是就不合作了 吕总 你太幽默了 你现在这么说 和这好人坏人你都做了 坏人你做 好人我做 吕总 人家姑娘不容易 你别总吓唬人家 外企差那一万块钱吗 对 一万块钱一个月 是吧 你不要 我要 明天我就领走 到我那儿我马上还给涨工资 好啊 那正好做你的私人助理 吕总 你还吓唬姑娘 吕总啊 你说你们女人做事 我这么多年 我看不懂 你要还真喜欢那颜若周 你跟她复婚呢 你说你吃一小姑娘的醋 我告诉你 我是个老男人 我过来人 我懂 我心里什么都懂 男人就喜欢跟小姑娘套近乎 颜若周喜欢她怎么了 那得她愿意 我还喜欢她呢 连她不愿意 是吧 我也没办法 你说对不对 子慧 不用说了 咱俩喝酒啊 看来今天我来这儿 是来对了 这儿可比大友轩有意思多了 我请你 我站起来 来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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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你可不能这么喝啊 这么喝会把你自己喝废了 你到底是会不会喝酒啊 老乡 我怎么就吃醋了 你看 你又来了 好 子慧 我和若周的事情 你怎么到处说呀 难怪老肖护着你 我没说 那肖总怎么知道的 李总 我告诉你 既然我知道 那就什么真有这个事 你们外企是什么文化呀 暴君 我一直觉得我民企就够暴的了 不你们比我们还暴啊 赵子慧 你本事大 吴总 我没说过 我真的没说过 你让人让人让 我告诉你吧 是他朋友 徐天告诉我的 家 你说你非得较着个劲 一点度量都没有 还总裁 我看啊 说到家 你也就是女人 老乡 公事归公事 你今天过来跟我谈生意 我很感激 但这话我可不喜欢听啊 你谁啊 我本来就是女人 怎么了 这事不如男人大 你看 你看 说两句都不小啊 这族见平时 您和颜色周 把它挤兑成什么样啊 生意到底谈不谈 不谈不听教育 你们坐坐坐 大家赚钱的事 凭什么不做呀 好 你今天是过来谈合作的 还是给赵子惠面子的 主要是给赵子惠面子 嗯 吴 吴总 萧总帮你说话 项目你照做 班你照样上 辞退收回 谢谢绿总 谢谢萧总 你不用谢他 萧总这人多惊呢 顺水人情而已嘛 要是他觉得这个事不合适啊 你一百个赵子惠加起来 他也不给这个面 顺水人情也是情啊 我这人吧就有个毛病 我见这小姑娘呢 我就心疼 嗯 对 我人老猪黄了 你看 你又较劲 你有我老吗 喝酒吧子惠 丫头 今儿带了几瓶酒啊 六瓶 六瓶 全喝 全 全喝 吴总 你是要喝死谁啊 我觉得喝酒这个东西吧 到尽兴就好 这样吧 咱们呢能喝多少喝多少 你看看 丫头都喝成这样了 她还轮不到你心疼呢 我是她老总 丫头 听见没有 哎 你吕总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今儿一晚上 到现在这口顺过来了 她是你的老总 你也是她的首相 辞队的事翻篇了 喝吧 喝高了跟我没关系啊 喝高大蒜 来来来喝 拿到 等一下 我拿酒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吕总 小总 你们说 我怎么喝 上次我和吕总 喝的是横着出去了 这回 您也得横一回 好 听小总的 岳总 这样吧 我看咱俩呢 也赔丫头一个满杯 我不赔 萧总 徐天在哪儿啊 靠上了 带走了 绑架 警察刚才都叫来了 你没听见吗 求求您了 她是为我 行了 行了 先管你自己吧 我这杯不是买上了啊 你那瓶不会又是水吧 不是 你看 来 天会停了 妈 我梦的车 我刚喷得起 我刚喷得起 对不起啊 把你车撞了 我看见了 咋回事 我就是把 DMG的萧总 从大友轩里面给撞出来了 弄上车里面 就带过来见赵子辉了 弟 这真瘦啊 天哥 你厉害啊 上市公司的老总跟你过来 不是 就直接把他弄上车了 就这后面 反正你这后面门也打不开 绑架 差不多吧 刚才警察也来了 你 你 你没事 没事 天哥 你太厉害了 为了赵子辉你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 没救了 没救了 其实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啊 有救 回家待个半年 到时候差不多跟没事一样 你会后悔的 是啊 我现在两分钟会回一次 明天五分钟会回一次 下星期一个小时 半年一个月会回一次 过两三年就没事了 那你也得先撑过头几天 你也得先撑过头几天